到了是警局啊 这个去餐序的时候呢 双北的警局长也都到场 但是没有想到 黑衣人是狂泼了上千只的蟑螂 那现在其实犯案的画面 也曝光了四男一女 总共是五名的嫌犯 他们也被逮捕归案 其中被逮捕的这个女子 年仅17岁 他就公称是因为餐厅老板 有1500万的债务纠纷 才会被指使 要对餐厅来泼蟑螂 那当下泼完的时候 他马上就说完蛋了 有警察 两名黑衣人 手拿两大袋蟑螂 在餐厅柜台狂望泼洒 丢完之后下楼飞奔逃逸 餐厅这头员工客人尖叫金桃 约脚下出现的是几千只蟑螂 就这么刚好16分钟后 双北警察局两位局长 陈家昌和黄宗仁都现身 这蟑螂之乱 根本是给警方难看 七百人聚餐 由警局首长各区议员 警政署颜面无光 隔了一天嫌犯通通被逮捕回案 收了多少钱 然后来泼蟑螂呢 警方追查发现 站在最前头的许姓和曹姓嫌犯 负责泼蟑螂 无姓嫌犯则是在场指挥 蔡姓嫌犯开车接应 曹姓嫌犯的17岁女友 则负责把风拍照 嫌犯落网 警察局长陈家昌 也特别到现场作证 一共五名人犯 以全部居体到案 那现在正进行 这个征讯笔录 我们定于明天早上10点 再正式 这个汇整相关的资料 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巨星会休业一天狂消毒 被逮的游行女子公称 是因为餐厅老板 有1500万元的债务纠纷 才被指使对餐厅波蟑螂 他还是为男友翘客来犯案 当时波完 他上车马上说完蛋了 有警察 波蟑螂是误闯禁区 还是向警方宣战呛瞎 就等调查后给社会一个交代 记者张超蓬城 静怡张正敏 吴新伦台北参报 另外我们要来关注到 是赵介佑的事件 遭到国人强烈的质疑 民进党染黑涉毒 民进党台北市党部主委吴亦农 就提出了排黑条款三大改革宣秀 不过国民党前理委孙大千 他在脸书是连发了两篇文章加码爆料 指出民进党北市党部 另外还有两位干部 也曾经是有前科的 他就来讽刺吴亦农的改革 是说笑话 如果不是太天真 就是太虚伪 说黑道入党根本不是特例 是民进党的日常 但是我们接下来持续来关注到 现在民进党嘉义市党部 四月的时候 他们竟然是发函党中央 点名自家的立委王美慧 在三四月的期间 动员了上千人入党 其中就包含了黑二代 那王美慧他是大声的喊冤 怒标市党部是看到鬼了吗 反控市党部是由同一个家族 把持了22年 这回号召千人入党 就是想要改变市党部的文化 万万没有想到被反过来抹黑 形成绿营自家内斗场面 我欧美慧的人 让中国这样抹黑 他是看到鬼了 嘉义市立委王美慧被自家人 点名三四月 动员上千人入党 还拉黑道填表 联名网美慧的是自家民进党 嘉义市党部 因为推荐黑二代填表的 是网美慧服务处的干部 由首席顾问司机助理跟里长 三四月送件一千一百三十八件 就连肖家班大哥级的黑二代 也申请加入民进党 被自家人抹黑 网美慧火大了 脸书贴文反击市党部 批评市党部堕落成家族化企业 害得党员凋零 又跟中央唱反调 补选期间扯后腿 这回号召千人入党 就是要市党部体系改革 党员宋建有疑问 市党部问都没问过 网美慧直接行闻党中央 百民杠上黑道一体敏感 还被自家人咬上 也难怪网美慧火大摊牌 记住后果林智慧 嘉义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